各位網友,今集什麼唐水舖 我們又轉一轉個話題 我們講到都市傳說 每一個城市都有它一些都市傳說 如果用英文去英國那邊 我們叫做Urban Legend 如果去過英國,例如愛丁堡,倫敦這些大城市 有歷史悠久的背景 他們有很多都市傳說 甚至他們可以興奉一些相關的旅遊業 例如他們有些ghost walking tour 香港我們都有很多都市傳說 都市傳說是怎樣來的呢 與民間傳說是有少許的關係 不過如果我們講近代發生的都市傳說 就是因應一些與我們日常生活有關的 大眾是可以接觸到的東西 不是純粹傳聞 聽回來或者聽以外傳,聽上一代說 親戚朋友提過以前幾多年前發生這些事 以前的都市傳說是這樣的 現在的都市傳說 就是大家都可能共同去經歷一些事 我舉幾個例子 以前的都市傳說 例如在上環近住西行盆那邊 以前有高星戲院 現在拆了 有高星戲院又有太平戲院 那裡有很多都市傳說 高星戲院那邊的後巷 現在差不多是香港開放不久之後的事 可能是一九二幾年期間發生的 會逢晚上後巷會搭了一個帆 一個帳篷被人進去 你要付錢才能進去看表演 那賣藝經常會存在這些事情 那進去看什麼呢? 看雞人 什麼叫雞人? 那個人是半人半雞 這個其實是都市傳說 但是說到每個人都… 因為那時候沒有相片 其實有的 就不會有人特意拿相機去 亦都傳不到一件事 因為始終這些事 我相信如果政府知道 都會禁止的 那時候 所以如果真的有這些事 是不是懷疑你會虐待人 或者不正當地使用一些手段 去騙人錢 都會干涉 所以驚動不了官府 驚動不了鬼佬 沒有人拍照 個個傳說有雞人 亦都傳說有打山莊這些事 那時候迷信風水的 尤其是在新界那些地方 鄉村地方 要建屋 或者建一些堤壩 你要風水好 或者一些風水陣 要找一些小孩子回來 打山莊 即是挖個洞 就埋下去 然後才落莊 這件事很可憐 從來沒有證據 但是傳得很重要 甚至乎差不多二十多年前 在河文田那一區 接著那裡應該是公主道天橋 那裡有一個公園 你知道政府 中間會重新挖掘過 鋪設地嵐 或者一些設施的遷移 要掘中 一掘出來 死人了 有十多二十具鞋骨 而且各自都是小朋友的鞋骨 人們覺得 打山莊這些東西 原來是存在的 那裡一直都是公園 公園之前沒有東西 但為何會有這麼多鞋骨呢 懷疑那裏根本就是以前 未肯定是印度、巴基斯坦分不住 是那些族裔的一些工用墓地 因為那裏都聚居了很多印巴裔的人士 那裏懷疑曾經是一個墓地 又有人說不是 因為戰後那裏死亡很多人 那裏是一個比較小型的亂葬崗 無論怎樣也好 那裏發掘了很多鞋骨 包括有很多小朋友的鞋骨 這是新聞是事實 這些都是一些都市傳說 說回一些近代的都市傳說 近二十多三十年都叫近代 都市傳說有很多種 因為資訊越來越發達 大家一起去經歷目睹 然後傳你傳我 我傳你成為話題 一件事可能是很小事 然後有人提出一個觀點 或者疑問 然後個個就附和 就將這件事 撒有介事地說得好像真的 我今天要分享有三件事 都是不同年代 都是發生了之後 經歷了很多群眾 即是市民 一起去提出疑問 然後甚至討論 就搞到沸沸揚揚 好像成為新聞 都上過報紙 甚至流傳到現在 都有人還會再說 即使是後面已經有經過很多的解釋 即是說這些傳聞 為何會來 所謂的都市傳說 這些東西不存在 不是真實的事情 但都有人提出反則文 即是有很多疑點 首先說 這三件事 都是和電視屏幕有關 換句話說 在電視屏幕 大家經歷了這些事 看到 然後引發一個洪洞 第一件 很久了 是一個廣告 真實的年份 我都說不出了 是七十年代尾 至八十年代頭的事 這個廣告 是當時很有趣的 廣告分時段 有不同時段 就會有不同的收費 這個廣告 整天一定是深夜時段播 可能它便宜一點 這個一定是 黃金時間 即是七至九的時間 是最貴的 那個時間的廣告 當時一定是煙、酒 這些最高消費的廣告產品 這樣才會出現多些 這個是甚麼呢 是一個旅行社的廣告 七十年代開始經濟起飛 香港人都喜歡去外地那裏旅行 有很多旅行團 那時沒有自由行這回事 真的 你可以自己去的 但真的少之又少 因為所有的資訊不發達 亦都是人家生疏的話 自己去旅行比較困難 參加旅行團 是那時香港人很熱衷的 旅行社的業務 亦都是由那時開始發達 那時有很多 大大小小的旅行社 都會在電視上買廣告 後期譬如你說有些星神旅行團 康泰等等 這些是比較厚的 八十年代是比較厚的 甚至九十年代頭才是最旺的 我現在說的是七十年代尾 至八十年代頭 他已經有扮演一些旅行團 這就是四季風旅行團 當時這個廣告是怎樣呢 我記得他是在機場那裏拍的 在啟德機場那裏拍的 我說過是怎樣呢 就有一個男人站在那裏 等人 在機場裏面 然後有一個女士 這個女士的裝束很有趣 一般來說是旅行 當然是旅行裝束 這個女士就真是有趣 他戴著一頂 闊邊大 我們稱為沙灘帽 現在都有人用的 一頂帽多數一定是白色 遠邊來的 哪一條邊 否則在旅行 那邊不浗 遮擋陽光 戴著的帽子累積 無夠的 戴著裡穿得遠 ā的 寬邊的沙灘帽 他牽著一個大的行李箏 他當時並不知道在手撥 他穿着一塊全身白色的 長帽 不可以稱為長衣 因為這是一條裙 我們稱為沙裙 白色的 一般飄勻 比較詭異 那頂帽子都是闊邊,然後長頭髮 因為那個年代很多女生都喜歡長頭髮 這個見慣不怪 怎樣呢? 這個女生很匆忙地攪著兩個行李箱一邊撞 她戴著一頂帽子,說她看不到 只是看到這個女生的腳下巴 一撞就撞到那個男人 接著那個女生就一卵嘴地說 你走路不大眼,我已經夠遲了 你快幫我找四季風旅行團的領隊 即是被你激死 然後那個男人說 我忘了她叫什麼小姐 我就是那個領隊 你放心,遇到你等,一定等你 總要定 然後見那個女生,看不到樣子 然後都是遮住,然後她就這樣 很開心地笑一笑 廣告是這樣 因為你現在在YouTube上 找不到這段廣告的片 太年代久遠了 那個男人說 整段戲其實是配音的 不是現場收音的 那個男人那句金句就是 遇到你,肯等你,總要定 那幹嘛呢 這個廣告首先比較陰森 女主角嘛 由頭到尾沒有見過她的樣子 後來都是一個笑容 而且那時的旅行社 不是,那些廣告片 你打燈,一盞就撞過去 硬滑滑,又不會和你起起背景 現在看回都很寒 好了,傳說在哪裡呢 之後就傳說了 預了你,肯等你,總要定 當然不是說那個旅行團 因為那天是拍廣告而已 沒有這個旅行團出發的 但是就是說 廣告裏面這個女仔 白衣服的女仔 和做導遊的男演員 先後意外身亡 是誰呢 是男的先去世 跟著女的先去世 意外 為什麼呢 因為男的在廣告說 預了你 肯等你 總要定 大家都不寒而慕 聽到這件事 就一直不停傳 一傳十,十傳八 快過肺炎 不停傳 那你怎麼找到這件事 有沒有發生過呢 是找不到的 因為你怎麼找到這兩個人出來 那時候資訊又不是那麼發達 只是不停傳 當然旅行團 旅行社出來也有澄清 就說沒有這件事 亦都不可以說太多 如果說得太多的話 就會影響 他們那時候不會相信有反效果 這個現象 亦都沒有相關的廣告公司出來說 這就是第一個傳說 傳了很久的 但一路傳到最尾 雖然一路淡淡淡淡 甚至乎現在都 人們忘記了 甚至乎人們覺得 都無稽 哪有這麼對 那就沒有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記得 拍的時候是九二二年 播出的時候是九三年 又是一個廣告 就是九廣鐵路的廣告 我真是想知道 為何會發生這件事 第一就是廣告有人設計 整個繪圖當作拍一套電影 縮短了 我在三十秒甚至四十秒 這個時間裏面 就要銷售到一個概念 或者銷售到一個產品 去給觀眾或者受眾去吸收 等他喜不喜歡這件產品 或者這個概念 就等他判斷 但是一定有一種途徑 你廣告不是用來嚇人 你不是要得到 效果不是要這樣 你一定要 因為我買了這個廣告 你要記得我們公司 記得我們這些產品 記得我們這些服務 一定要這樣 那九廣鐵路 它就是第一件事 有人這樣有這個概念 產生了給你 你那班所謂管理層 你都要過你的 所有設計者最怕就是客仔 就是客戶 客戶對這些東西是不懂的 對於設計、設計、概念等 製作更加不懂 他們會指指 我不要這樣 我要最簡單直接的方法 大家都最想 搭火車最快、最好、最安全 他最想你就是這樣去說 但是要你繞個大彎 這樣來說就最好 好了 我不明白為何他們會接受這件事 如果我是作為一個管理層的話 我是一個運輸公司的管理層 還是公共運輸公司 我真的不會接受這個概念 大家看看這條片 我們要去年新 現在吃飯 我有一件事 我會想到他 要記住 我抱歉 これで影片 我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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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歉 我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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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條片給大家一個什麼的感覺呢? 首先,你只聽聲,你都很寒 它是模仿火車的氣滴聲,舊式火車的氣滴聲 如果大家聽過舊式火車的氣滴,你是鎮耳肉龍的 不是這些那麼輕的,這些其實是藍調的口琴那種的吹法 然後慢慢用一些節奏,好像火車起動 由慢至快,一路轉頻密地走 用這些聲音,配合那個畫面 它將顏色調到很灰蒙蒙 它選擇的地點已經不是一個青蔥翠綠的地方 然後它將顏色配到又像黑飛白,又不是灰 總之灰蒙蒙一片,然後全部慢鏡 最嚴重的是,因為我很喜歡看恐怖片 我經常說拍恐怖片,你慢什麼喪屍 你什麼吸血鬼都好,不怕 最怕,最得人怕的鬼 永遠一定是小孩子 我到現在又看第一集的《空笑》 這樣看著鏡頭,摸頭回來 這樣對著鏡頭慢慢地笑 嘩,那是史上其中一個最恐怖的畫面 女鬼不得人害怕,小孩子的鬼才得人害怕 因為我經常都是這樣覺得 你看完這個畫面,我已經覺得不舒服了 為什麼呢?你都不是給我一種盼望 甚至乎是歡樂的感覺 乘火車很開心 我小時候真的坐柴油火車 煤,不是柴油,都是的 但是很開心的事 很吵的,很髒的 但是你就是很開心 乘火車一定是去新界 去新界做什麼?玩 所以帶給我們很多歡樂 它是想營造一種歡樂氣氛 宜時的感覺 一直伸延到永遠將這種歡樂 但是,對不起 真的懂得其反 你見到 可以分為大約四段戲 畫面就是 音響一直這樣來 嘔嘔嘔 接著你見到有炸腳 其實我們在玩火車捐身 我們叫做人龍 你搭著你搭著我 第一個一定是手要這樣 好像代表火車的車軸在滾動 後面的人搭著然後 一直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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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 第二個畫面 就是 這個女生 大頭 一個男生 接著第二個是女生 然後 一邊拍他們 一邊穿梭 經過畫面 第三段 就是正面 正面 我們有一條人龍 一邊擺龍 因為為什麼擺龍 不是直線走呢 這樣你可以見 後面有這麼多人 這樣走 好 心水清的觀眾 就會在這裏聞 那時候 就傳了 第一 畫面已經被人很不舒服 我提了 剛才音響也覺得 硬是怪怪的 你又不像真非真 你用音樂 就是用樂器來代替真的氣敵聲 很陰心 整個畫面 氣氛等等 結合了音響 都很陰心 咦 第一個畫面 打橫過鏡的腳 男男男女嘛 第四第五是女嘛 為什麼 第三 頭三個都是穿褲嗎 女生都可以穿褲 但是那裏是鄉村的孩子 女生都是穿褲裙 穿褲裙 會有趣一點 男生會戴帽 穿褲 但第二個畫面 第二個 是女生 而問題 這個女生 有些人說 畫面是因為那時 不知道為何微粒比較粗 拍得是要 我相信是用菲林拍的 但衝出來 不知道為何 調了色之後 微粒比較粗 有些人說 你見到嗎 她女生的嘴角流血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坑流血 然後有人傳 然後 數了有多少雙腳 是七雙腳 然後有些深水晴的觀眾 第二個打橫過鏡 第三個沒有龍 有些人數了八個人 有些人數了九個人 最嚴重的第四段片 就是這個人龍的龍尾 是一個男仔 然後出一些字 有什麼問題呢 因為在第三段片裡 很明顯看到龍尾那個 是一個女仔 而且這個女仔 吊詭之處就是 她從來沒有惡膏頭 大家玩就在那裡笑 很開心 要大家開心 但最後那個女仔 她是低頭 是看不到樣子的 有些人說到誇張到 或者手突然間 是一個比普通小孩大的手 搭著前面的小孩 又有不同的人數 次序不同 小孩的嘴角流血 最後那個由男 變成女兒 而且那個小孩從來沒有看過 她的樣子扎著媽媽的 傳聞就跟著來了 她們玩著搭著肩膊的遊戲 跟著就說 被搭肩膊的小孩 相繼死亡 都很邪 後來找回 那些人傳了上報紙 九廣鐵路 最初當然不理會 這些東西 後來搞到很多份大報 都有去報道 甚至上去跟進 為何要上去跟進 後來找到廣告公司 原來這條廣告在北京拍的 香港的廣告公司 和北京有一些製片廠合作 要通過一些當地的 當時的九十年代初 改革開放 剛剛開始 不是很久 所以都一定要跟 內地很多相關的單位 即市 甚至乎鄉鎮 一些政府的單位 要掛勾 要合作才行 他們要營造一個 很順朴鄉村的風味 於是 就在當地的鄉村 一些小學 找到小朋友 這也是其中一個問題 觀眾就不會跟你分 他只會看continuity 什麼叫continuity 就是連貫性 例如 你第一個鏡頭 是六個人的 而第一個是穿格子衣服 最後一個是穿格子衣服 這樣說 你第二個鏡頭 交代了 你一定要是六個人 而第一個 那個一定是格子衣服 最後一個一定是穿格子衣服 即換句話說 很簡單 我這個鏡頭 譬如電視劇社 都會被人捉 很多人都會喜歡這樣 明明這首拿著灌汽水 下一個鏡頭 他灌汽水 放下了 喂 你什麼時候放的 你不交代不行 那就叫做跳 明白嗎 這些都是continuity的問題 連貫性的問題 好 這個廣告為什麼可以搞到這樣 你只不過四段鏡頭 這四段鏡頭 完全是可以不同人的 第一段 我畫了頭三個全部都是男生 第二個已經是女生 第三個鏡頭 就是最後那個 是女 媽編妹 沒有學高頭 最後那個鏡頭 看我們叫做背鏡 Back Shot 最後那個是男生 他就解釋了 那個公司解釋 根本就是找了很多小朋友 因為你不知道哪些小朋友 到時來到 乖不乖 是否適合 所以我們是隨便拍的 就是亂拍 這個亂說 是我說的 因為我形容為亂拍 真的拍是不會這樣 他拍了很多段 因為其實 你要經過Casting 你要試鏡 不適合你 你就不要用 是吧 是適合這些 我怎樣都好 我都搞到你適合拍為止 你怎會找幾十個小朋友 然後亂拍 然後剪上去 在說 第二個女生 嘴角漏氣 我就說 那段廣告 我不知道為什麼 衝出來之後 畫面會這麼粗糙 其實那是陰影的問題 這個女生比較 比較醬糊糊 豬仔包包面 他又沒有什麼表情 就這樣 所以這裡有一個陰影 是比較大的 這些人就誇張了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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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在背鏡上變了一個男生 又是這件事 因為他吞飾吞到這樣灰蒙蒙 真的很多事情都看得不清楚 甚至乎有些小朋友 不要說是否鄉間的小朋友 或是否不是城市長大的小朋友 很多小朋友 他做不是自己想做的事 你的小朋友很多自然你提出的是惡性 雖然叫他玩而已 有些小朋友是不活躍的 他不是動自己 wel心想做的事 小朋友就會王巨巨 亦神是一樣的 加上調大家那些色 但大家就會失去 Sühhh 這段片中 influenci 這段音樂一定好成功 被人說 gradu all the Nova 就是猛鬼 但其實你做不做 這些人都會坐火車 這個就真的傳了很久 這個就是講了這麼多年的 所謂的鬼火車廣告 這個廣告之後就說小朋友死了 為了釋除而慮 北京相關的那些 廣告公司 邀請傳媒朋友上去 搞一個 這麼巧 春節還是年尾 有個聯歡晚會 我請回這班小朋友出來給你看看 就找回那些小朋友出來 當然都大了 過了兩三年之後 第一找回齊他們 比較困難的 他們未必在學校 甚至遷徵了 省市都不頂 都盡量找回 就說是這一堆了 那當然 有人這樣搏 你說是誰都可以 小朋友大得這麼快 兒子大女大都十八便 何況小朋友 第二無名無姓 廣告那裡 你找出來說是他 你說是便是 總之永遠有人 一定跟你仗反調 但這也是比較 在九十年代初來講 是一個 空洞的都市傳說 第三個 不算是都市傳說 但是很多觀眾 在電視上目擊 然後懷著很驚恐很緊張的心情 即刻打電話去電視台 因為那是直播節目 不是投訴 是告訴電視台有件這樣的事 電話是爆燈 當然沒有成為都市傳說 因為很快 就被節目 那方面拆解了 這件事 我有份參與 很多觀眾都應該不記得 我在二千年初的時候 我是做有線電視怪談節目 我是主持之一 當時的主持就是 詩明和我兩個做 怪談節目是做live的 我們是現場節目 會請嘉賓 講一些詭異的事情 最後一部分 一定是電話封閒 即是觀眾打電話來跟我們說 分享他經歷的一些事情 或者因應我們那一集講的話題 他就有些事情問 那一集我們嘉賓都很厲害 請到大哥大 紅金寶上來講 他自己在影壇這麼多年 有沒有一些怪異的經歷 都說得很精彩 詩明姐 她經常都說要陰陽眼 經常見到東西 當時我們坐在那裡 講一講一講 因為現場節目 有一段時間 一定是去廣告的 導演就馬上衝出來 有什麼大件事 爆了燈的電話 我說什麼事 什麼事 很多觀眾 又打電話來 又發訊 傳訊息進來 有些人說 在螢幕上 看到我們後面的背景 有鬼 有些人就形容到 是一個女鬼 有些觀眾就形容得 越來越清楚 就說 是冬菇頭 即是叫髮型 不是一個冬菇 是外星人 是說髮型 是冬菇頭 的女鬼 因為覺得 如果梳了這個頭 當然是女生 冬菇頭 然後長 一輪 我們聽到 不是 然後我記得 蛤 我這樣看 然後被施名罵 你不可以這樣的 唐 那你幹什麼 你說有 看著 都很正常 即是說 你後面有東西 你都看著 你這樣很不尊敬 那又不行 請問你現在見不見到 有 他說見不到 不過他感覺到 感覺到 但見不到 然後我問大哥 你見不見到 大哥 他說 我見不到 那感覺不到 我感覺不到 沒事 然後 不行了 說到這時候 已經又要回來了 又直播了 然後我們說 剛剛我們廣告的時間 我們收到很多觀眾的電話 以及報警後面見到有鬼 如果真的有見到的觀眾 請你給我們多些相關的資料 我們 繼續討論這方面的事情 繼續那一句話題 不斷就電話 fax 一直不斷來 都說話 都是同一樣 觀眾很踴躍就說 都是見不到 好了 我們都要find out這件事 如果是一個怪談 說鬼的節目 你裏面真的有這件事 會被揭露的 我們都要find out 為何會有鬼 是不是真的有鬼 在廠裏面 我們看回 我們叫巡邏影片 即是將過一集的事 我們一路 Fast forward 一路去看 然後看到某一段 其實再看回 都不會說 都是一個小時左右的事 都不會浪費很多時間 我們一路看 一路沒有事 沒有事 然後去到一個畫面 一按 就是死了 很清楚 很清楚 介乎我和大哥中間的位置 我們分開了坐 怎樣呢 廠後面是黑報警 黑報警的意思是 它有一塊黑色的幕 接著就有一些道具 報警 用木搭的報警 好像窗 窗框之類 有怪談的字 然後就有很多用棉花 拉開了 就扮成蜘蛛網 好像營造一種荒廢的感覺 然後再有一些分別的 不同顏色的燈 打下去 你知道 低成本 如果拍鬼戲 最喜歡打一些綠燈 紅紅的 用來營造一些 很吐泡的氣氛 其實這些氣氛 一點也不恐怖 一點也不恐怖 我們在畫面上 一看 的確是看到 一個 我也會形容它 一個女生的形象 它是一個 有冬菇頭 one length 長度的頭髮 一個髮型 但是它的樣子是怎樣 它的樣子 完全是一個 有俘虜頭的樣子 有眼 有鼻 口那裡是很模糊的 但是眼和鼻那位 就是窩了 黑色其他的位 你會看到有白的 所以你會看到輪廓 是一個俘虜頭的樣子 但是口那裡是模糊的 身那方面 見不到 只見到這個頭 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 我們就覺得難怪 觀眾看到 然後我們一邊再看 後面 不見了 只有很快 在鏡頭裡 是維持了兩秒左右 兩秒而已 這樣就不見了 我們就覺得 嘩 真是有 然後我們當然 揭而不捨 要再看 再看得像巡邏影片 然後 我們找出了 為何會發生這件事 剛才我不是說了嗎 後面有一些報警 有些木框 撐氣了 然後用棉花 可以做蜘蛛絲 它是會輕柔的 有冷氣的 它會動的 然後有些不同的燈光打 燈光就造成陰影效果 然後你要知道 拍電視 不是像現在這樣 一部機 兩部機 不是的 三部機 而那三部機 是會有track的 換句話說 它有滑的 腳架在那裡 然後它會移動的 一 跟著那個焦點 然後那個人物 它跟著會移動 即是有一些氣氛出來 你在不同的角度 你是不會見到同一樣的東西 換句話說 如果我們看鏡頭 即是看回秦羅影片就知道 這個角度 你見到那個 所謂冬菇頭的雷鬼 你的機移了一點點 你就看得很清楚 原來它就是 前後不同的棉花 踏成加上那些燈光 咬下去的陰影 哇你說多巧妙啊 這樣就砌出來 嚇一餐飽了 那裏真的很多人害怕 接著再過的下一集 我們是有跟觀眾解釋這件事的 我嘗試上網找回 又是找不到那一集 即是 年代九月的怪談 他們沒有放上網 找不到 如果有經歷過這一集的觀眾 都可以留言跟我們說 只不過 在這一行 在電視台 影視圈裏面 是流傳了很多很多的 解釋不到 亦都有很多目擊證人的 奇異故事 我叫做 我本人都經歷了很多次 大家有興趣聽的 繼續樂意 什麼什麼糖水泡 拜拜